记者许国真台中报道,同性男子年纪轻轻不学好,想要迅速致富当其要头以贩毒为业,为逃避查期访下慕妮套餐或色情小广告讯息透过通讯软体传送缆客,还瞎好逗相报找来两名儿时玩伴加入。 上周五遭警方巡献查获其出大量毒咖啡包,二名玩伴被上靠财经绝带至大条当场痛哭流涕台中市行大针六队去年底破获一处小型毒咖啡包分装工厂,进一步溯源向上追查时,发现19岁童贤以贩毒为生,为逃避警方查其利用通讯软体网路行销模式, 贩毒广告讯息内容放下慕妮或色情小广告,于讯息中意一号套餐1400,飘酿优质小姐一节1500等用语,及此演示贩卖K她命级毒咖啡包之时,令同嫌疑晚餐时间到天冷不想出门没关系。 我去找你等活泼用词,强调大幅服务吸引年轻族群,解毒咖啡包以新潮的金颜色为底,印上蝙蝠侠图案,或以黑底Holmes,爱马仕,为包装,刺激下游的购买欲望。 此外,同嫌瞎好斗相报,邀急失省,杨姓两名同龄的儿时玩伴加入贩毒行列,狡猾的三人平日咒服夜出,警方近半年跟搜终于掌握同嫌位在北屯区中青路上的租住数据店,上周五晚间见时机成熟前往埋伏,陆续逮捕。 正要出门贩毒三人,茶口金色毒咖啡包106包,1533.9公克,黑色毒咖啡包110包,630.9公克,K他命30公克,混合用原料49.7公克,封口机,咖啡包粉装袋,磅称等证物。 施嫌二人落网后表示协助运毒纯属情力相挺,悔然不知此具严重性,直到被上靠才当场痛哭流涕,后悔不已。 至于同嫌坦任贩毒,训后全案依毒品罪嫌送办,三嫌付训后生压或准。